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C2C而乙工Yoda 今天很开心参加了世界中风日产丝袋行动2013 在我身边这两位是玉太和李绍雄教授作为主例嘉宾 首先想访问一下玉太 这个产丝大行动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其实香港中风的病患者都很需要他们的家人 轮舍和一些义工的关怀 我们很希望能够是响应 世界中风的组织 去推动 在10月29日 世界中风日 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就推行这个产丝大行动 希望可以发动全港的市民 一起去关怀 区里面中风病患者的需要 和中风的情况 我知道这个产丝大行动 其实都筹备了一段时间 玉太 你对于这个行动 有什么预期的目标和期望呢 我们很希望全港市民 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 除了在这个过程中 关怀你身边的中风病患者之外 也都用行动来支持 其他你不懂的一些中风患者 我们今年就特别在网上 都有一个马拉松的关怀行动 希望大家在10月29日 加入我们的行列 和我们一起 齐齐以行动支持中风患者 那我就访问一下李教授 除了说是我们平时的言语上 可以关心一些中风病人 那实际上有什么行动 我们做到也都可以去 帮助这些中风病人的呢 除了我们在社区 推动大家关注 大家帮助中风者服控之外 中风这种疾病 也都可以预防和控制的 因为现在我们香港人口 逐渐老化 但是年老不是代表有病 如果我们有个健康的生活模式行为 我们可以避免中风或者癌病心脏病的 我们现在要推行健康的人生 特别就是我们推动健康四大基石 均衡饮食 如果我们吃东西 第一个小点盐 少点糖 少点脂肪 多点水果蔬菜 对我们的健康很好 第二我们要有经常的运动 如果我们做到运动 我们减少很多慢性的疾病 第三我们一定要有个健康生活模式 我们有吃烟一定要戒烟和限酒 我们也有个心理的平衡 这个健康四大基石呢 我们市民可以做到我们极力在这里推动的 好 大家都要记住教授的贴士 就要有一个均衡的饮食了 那最后呢 我们就不如请一次教授去 去讲讲坦诗带背后的意义 和请一请玉太去 呼吁一下这个最后的间断活动 坦诗带呢 就代表三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就是贪婪 就是我们就算中风 我们不要说有个绝望 我们可以能够康复的 第二呢 我们要有个阳光 那个生活呢 就是变成了充满阳光 第三呢 希望我们多些活动 多些在社区参与呢 我们的精神上 心理上 和各方面呢 都是有一个和諧的感觉 那在今天这个行动里之后呢 还会有什么活动呢 10月29日 就是我们正式的橙丝带行动 那星期二 来着的星期二 我们也预备你们了 橙丝带行动2013 预备了你 好 多谢两位主委嘉宾的分享 大家记住like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